心里面都说了些什么吧 旅行者 久仰大名 不胜荣幸 稻妻神里留太刀树接船 神里临华 请多指教 或许你已听说了如今稻妻封锁的现状 但即便如此 在蒙德和李月活跃的驴者的世纪 也已成海风 船只稻妻 不知这位如此出众的旅行者 将会以怎样的方式踏上稻妻的土地呢 到时候 若能在木漏茶室与你相会 品一壶热茶 或是对一番棋局 真是令人期待 那么 在你正式到来之前 就由我来为你对稻妻稍作介绍吧 这里是海棋岛 岛上植树茂密 颜色奇异 岛的中央是珊瑚宫 被外圈的山体与瀑布包围 与稻妻城所在的名神岛相对 海棋岛远在稻妻群岛的另一端 旅行者没准能在那里 见到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不过 眼下的珊瑚宫 正是对抗眼寿令的反抗军大本营所在之处 恐怕 详细的情形 只能容我们在稻妻相见时再续了 接下来是青睐岛 据说这个岛上曾经发生过某种灾难 岛屿的中心被横长的雷暴覆盖 形成了奇异的地貌与景观 此岛名为鹤关 是一处被迷雾覆盖的神秘岛屿 许多年来都不曾有人踏足 在稻妻的一些隐秘之处 还掩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奇观 比如这棵生长在山中的巨树 主盖已成空洞 但树梢上却长着形似鸟语的奇特叶片 在另一处幽暗之地 植物生长成了有为自然的形状 看上去似乎封印着某种扭曲植物 最后向旅行者介绍 稻妻最大的神社 明神大社 明神大社 矗立于明神岛的影像山顶 远远望去 雷音锦簇 花团繁茂 亦如明神永恒 如何旅行者 虽然此番简介稍显仓促 但等你来到这里之后 便可亲自审视当下的稻妻 如果说 能有一人来改变稻妻现在的局势的话 失礼了 那么 旅行者 我会在稻妻城 期待着与你正式相见的那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